欢迎收看Cole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Mike 这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上周五的市场情况 那么上周五由于金价的持续下跌 导致澳洲的金矿股持续被拖累 最终是导致了澳洲大盘没有能够出现持续的上涨 最终收盘的时候是下跌了0.3% 收盘是收在了大约是5467点的左右 中国方面虽然11长假已经结束 但是由于周六周天上证交易所并没有开盘 因此在上周五的时候也依然是没有进行交易 那么再来看一下欧美时段 那么我们知道在上周五的白天时间 英镑曾经出现一度是超过近千点的大跌 跌幅高达了8% 但是在这么大的跌幅之下 到目前为止整整过去三四天了 应该是周五一天 周六周六到周一现在四天了 也并没有出现任何正式的一个解释 谁也不知道其真正的原因 那么说到英镑大跌的影响 在周五的时段里 欧美股市特别是欧洲方面受到影响比较大 法国和英国分别下挫 但是英国自己却非常奇神奇的 还居然上涨了0.6% 美国三大指数也是一样 受到英镑神秘下跌的影响 投资者总是心里比较慌 因此美国三大指数也是下跌 大约是0.4%左右 那么另外一方面 黄金价格持续走跌 但是这一次的跌幅不大 周五的时候下跌0.1% 石油价格则从高点回调 大约是1.2%左右 那么今天热门话题 我们就来说一说 这周五的英镑离奇的暴跌 以及到了晚上时间 美国出台的大飞浓数据 我们知道在上周五的上午 金融市场里面非常被关注的一个话题 就是英镑在短时间之内 发生的快速下跌 因为当时我也在电脑前 我同时也是大声说到 大家都来看英镑 当时看到这个价格 简直就是惊呆了 英镑大约在两分钟之内 暴跌幅度接近于1000个点 800多个点 跌幅是只达到了8% 那第一个感觉 大家都感觉就是 应该是出了什么大事 是英国被炸了 恐怖袭击 银行倒闭 还是其他的什么大事 因为我们知道外汇市场 它的成交量是非常之大 要让一个货币在瞬间被贬值78% 只有两种可能 正常来说的话 第一就是 那个国家所在的银行 央行出台了最新的货币利率政策 突然实施大量的宽松 或者突然实施降息降准 而且是大大的超过市场预期 第二种可能 就是那个国家遭受了恐怖袭击 重创了投资者的信心 使得其货币出现了暴跌 但是英镑都不是因为这两个原因 既没有恐怖袭击 也没有银行倒闭 那么到目前为止 市场上唯一可以猜测的原因 应该说只能是猜测 因为没有任何确认 猜测的原因可能是第一 又是所谓的胖手指事件 就是人为的误操作 导致触发了机构性的抛盘 就是你万一本来是要卖一张单 现在不小心多按了一个零 卖十张单 这十张单下去呢 触发了另外一个机构的止损单 结果呢 就像多米牌 多米诺骨牌一样 一个一个往下压 这是一种解释 那另一种解释呢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在上周五的上午的时候呢 在对于英国 英镑 报价的几家投行 突然在几分钟之内 没有流量 没有交易量 也就是说在当时市场上 能够承接英镑抛盘的量 非常之少 所以呢 在短时间之内 少量的资金 就可以将英镑 快速地打压下去 但是 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到目前也依然没有人知道 那么在英镑这个暴跌之后呢 所有的人都在 花时间在找原因 到目前为止 也没有找到任何原因 英镑呢 虽然是有所反弹 但是从目前来看 依然是没有回到上周五暴跌之前的价格 那换句话说就是投资者呢 觉得这个英镑呢 这次的下跌是很有蹊跷 他们宁愿相信 现在是有问题 有什么事情他们不知道 因此我们看到到英镑现在的走势 比上周五发生事件之前 还要低 接近200个点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美国的大飞农数据 那我们在上周说到呢 美国的大飞农数据是美联储衡量 要不要加息的三大数据之一 分别是经济数据 就业数据和通胀数据 那么大飞农作为就业数据的话呢 是衡量美国现在职场情况的 一个非常好的风向标 那么从目前的情况来 投资者可能要想 为什么我们要关心这个美国的经济呢 它跟我们生活在中国 或者生活在澳洲 又不是看美国吃饭 为什么要关心它 其实呢 美国的经济无时不刻的 影响着世界的整体走势 美国要不要加息 加几次息 什么时候加息 这些看似是并不是很大的问题 却直接影响着目前 几乎是所有的金融产品 包括了股市 包括了外汇市场 以及包括了这个贵金属和能源市场 美国不加息 迟迟不加息 预期加息次数从四次降到零次 最低的时候 这样一来的话呢 美元持续下挫 非美货币持续上扬 金属能源矿产价格也持续上涨 这些都是由美国的货币政策所导致的 所以说 虽然说我们并不是生活在美国 但是呢 它那边的一举一动 依然是对着全世界有着深刻的影响 那么从周五的数据来看呢 这次美国大飞农新增就业人数是低于了预期 预期有17.2万人 结果出来呢 只有15.6万 另外呢 就业的这个失业率啊 也比预期的要差一点 失业率预期呢 大约是在4.9%左右 结果出来有5% 所以这一次的就业数据实际情况呢 并不是特别理想 那这也就大大的降低了美国呢 在11月之前立刻动手降息的可能性 从现在机会来看呢 最大的可能也就是在12月 而12月加息的可能 也从原来的63% 目前呢 被拖累到了53%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目前市场最新的这个单个产品 先来看一下澳洲股市 澳洲指数呢 今天是再一次冲击了5500点关键价格 从图形上来看呢 这已经是在过去的10天里面 第5次冲击这个高点 但是现在依然是郁郁不得志 那么再次呢 也是从5500点的价格回撤去25点 目前是5475左右 那今天我们投资者呢 由此可见可以参考的范围呢 就是以555500点上方 留10个点的余地 在5510的价格呢 挂单买多 同时呢 在5450点掉破之后 不妨考虑呢 在5448的价格呢 可以考虑挂单卖出 再来看一下外汇的澳美方面 那么澳元呢 从现在的小视图来看 澳元依旧是被压在一小时的下方 没有形成突破 虽然周五的时候呢 曾经因为英镑这个巨大波动 在一小时短时间之内 冲上了这个通道线 但是呢 连一个小时都没有保持住 之后呢 就再一次被跌破 从目前情况来看呢 我们唯一现在可以考虑的选择 基本上 如果它能够冲上通道线 我们可以考虑买入 买入价格设定在0.7620 同时 它如果跌破了上周五 最波动时期最低的低端 那么我们也在 0.7550的价格上 挂单卖出 再来看一下邦美方面 我们知道呢 英镑就是上周五 全球金融波动的始作俑者 它在短时间之内呢 下跌超过了800个点 目前虽然是上来600个点 但是依然是距离上周五 开盘时的价格呢 距离还是有200多点的距离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英镑这个很不靠谱的货币 随时有可能暴跌 那而恰恰 我们可以抓住它这一特点 来进行关键价格的挂单 来进行操作 但是记住 挂单一定一定要设置止损 英镑呢 目前我们可以考虑在 上周五反弹时候的最高点 1.2485的价格 挂单买入 2485挂单买入 那么在卖出方面呢 激进式的挂单 可以选择在1.2310 保守式的挂单 可以选择在1.2225 止损和止盈的这个盈利和 上上买入和向下卖出的 这个止损单 我们通常是设置在 30到40点的价格范围之外 接着最后来看一下 现货黄金方面 黄金价格呢 现在目前也是连续几天 走出新低 在连走几天新低之后呢 终于在周五的晚上 目前在1250附近 得到了缓冲 那么从现在来看 1240到1250这一段期间 就成为了黄金 目前短期的一个阶段性的底部 而且这一旦 这1250的价格被打穿的话呢 那么黄金现在就看来 就要奔着这个 1210的6月份的价格 6月份新低的价格去了 所以从短期上来看 我们黄金侧重考虑呢 在1265块8毛钱的价格 挂单买入 空单方面选择在1240挂单卖出 那么今天晚上呢 从现在来看并没有什么 重磅的新闻数据 因此呢 今天晚上 从新闻方面来说 对于整体金融市场的影响力 并不是很大 感谢您收看今天 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们明天再见